各位观众各位韭菜啊 大家好 我背后设置的背景呢 是美墨边境墙 啊 你说这个 一谈到非法移民呢 你看那个华人呢 没有一个不反对的 在那个佐治亚州 曾经当地政府 组织了一个什么听证会吧 市民投票 来的二十几个华人移民 全部 反对非法移民 全部投了 要反对 你我说实在的 我这话一讲呢 就有人说大政党 哎呀 你就支持非法移民 这个非法移民要分好多种 我跟你说实在话 主要要分就老末 墨西哥 你要说中国的非法移民 那真的跟美国没什么关系 或者非洲 或者什么 你说人家老末 你说人家是非法移民 这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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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墨西哥本来就人家的 墨西哥都 而且尼桑纳 德州 这就人家的家 这一百多年前就人家了 Nos Angeles Nos Vegas 你就看这名字 就是西班牙语 明白 你看看这名字 人家 人家就是个原住民 知道几千年在这住的 结果 因为来的脑墨 大量是原住民的 脑墨他那个 他那个矮矮的 然后又胖胖的 有一点黑 他属于印第安人的后代 而墨西哥有白人 白人就是欧洲人 那些人不偷渡 偷渡的 全部翻墙的 全部是这种脑墨 这种长相的 你急了 你这帮华人急了 反对人家 问题你也是移民的 有人说那我是合法移民 他说非法了 你妈的 我真的你妈傻逼 每个人都有 在美国追求幸福的自由 还有 墨西哥人 有没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有没有 你是人 墨西哥人也是人 还有一个 这本来就人家家 这墨西哥 这你妈 这就是我家 这 美麦 美麦啥意思 原来这个地方是墨西哥的 知道 原来在没有美国的时候 没有墨西哥这个国家的时候 人家就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是原住民 人家就住在这 结果你们那麽的美国 我把墨西哥这边站着 跨了国境线 说你们不能来了 你们是非法移民 有天理吗 有天理吗 你告诉我 就人家这个 就是说 那许多都是原住民 不是 那个老莫那个长相 他就是原住民 他就是 印第安人的后代 知道 明白啥意思 人家就是 原来就是游荡了 结果夸击你这妈的美国跟墨西哥一签定条约 直接 国境线一来 说不能去了 有天理吗 就跟这个中国跟那个蒙古的呢 中国跟蒙古曾经划定国境线 急了 蒙古族人真的吗 蒙古族人为什么生气啊 我族族外背都在蒙古高原放牧 你这两个国家一好 跟您妈中国一弄 跨定个国境线 或者 我不能去那边放牧呢 这 这你们 这里面的中国人怎么想的 蒙古人急呢 这怎么想的你 我们大草人全是我家 全 随便放 有国境线 还有一个 结果 阿拉斯加岛民也是的 阿拉斯加原住民跟那个俄罗斯 就是西伯尼亚的那个叫 楚科基半岛的原住民啊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是亲戚 他们语言都通 结果美国187几年什么买 购买阿拉斯加 夸击国境线一来 你不能的 这阿拉斯加人民 原住民那真的是 想不通 想不通 你是俄罗斯跟美国 把这块地方给的吗 俄罗斯人来站这块地方的时候 原住民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站 你站的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你的 你从来没有来过 你刚来你就说这个是你的 俄罗斯 就是说 原住民没想通 好了 等到187几年 俄罗斯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 俄罗斯人又想不通 阿拉斯加原住民又想不通 你把他卖给了美国 也没有经过我同意 也没有问我 就卖给了美国 好了 卖给了美国之后 这个国境线呢 这阿拉斯加这话 话多大 国境线 又是由你们这个白人说了算了 想不通 这他妈已经人家原 岛的名了 阿拉斯加岛民 至少在阿拉斯加住了 八九千年了 想不通 本来我家亲戚就在对岸 他有一个叫什么海峡吗 很窄的 就在对岸 我们每年打鱼都还见面了 结果现在又不能了 现在是有国境线了 你就有天理嘛 你从原住民的角度去思考 他妈有天理嘛 这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外国人 老外啊 就欧洲人 英国人 法国人 把上海给占了 上海各个租界嘛 一占 占了之后 英国人法国人说 你这个中国那些原住民 你不要来了 上海 上海就说 英租界 法租界 你不能来 有天理嘛 不是 有天理嘛 我说 这个上海是中国人的 然后你们把那个一站 画个圈 他有个区 说不能中国人进来 中国人进来就是非法移民 有王法 有王法 你冬年老师稍微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人家已经在那住了几千年了 几千年了 墨西哥人已经在这块 美洲大陆 他们是原住民 他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了 你一百多年前 美国人过来说 画一个国境线 你不能过来 有天理嘛 你告诉我 现在外星人 殖民地球 比如说外星人 来到地球上 你看 我说地球这块地方好 不想走了 外星人估计很先进了 直接就把美国 比如说加州 德州 还有纽约州 就是最有钱的 给占了 美国人民肯定不答应 我说你这啥意思 我说 你刚说 刚表达一些 我们是地球原住民了 那外星人上来 先给你的妈杀了个几十万人 外星人武器先进了 服不服 我就问你 服不服 那一看我们地球人武器 这F2上去 打不过外星人 没办法 那你妈咋都逼的 签订上权儒 调别吧 那好吧 这些地方就 就给你吧 就卖给你吧 这就是这个外星人一想 好吧好吧 也不能光抢啊 我就花钱买你的 加州 德克大斯 纽约州 土地吧 给你 一千多万美元 好 这地方已经是外星人的土地了 外星人在这块土地上 地球的原住民的土地上 建国 现在呢 美国人说 我要到加州 到德州来 外星人说 你不能来 你不能来 有王法吗 有天理吗 啊 有天理吗 嗯 啊 你想一想 你就 我就不说别了吧 在这个俄罗斯 我现在一想 俄罗斯有那个原住民 就是西伯利亚的 那也生产很少了 这些原住民 想到哪 到了 就是今天 呃 西伯利亚的 有一个 楚科吉半岛的原住民 他们如果到阿拉斯加 因为他们跟俄罗斯 阿拉斯加人 土著啊 是相当于一块的 亲戚 他们到阿拉斯加 自由活动 他们是自由的 免签 免签呢 为什么 人家几千年在那 你不能说你来了一国家人 说直接划定国际线 说我不能过去了 这你妈 或者说 比如说外星人一来 美洲大陆 这块地方 太你妈好了 放病毒 放出人命 圈给你的妈 美洲人 圈给你干死 好 干死完了以后 圈一块地方 给一块地方 说你们美洲人 就是包括美国人 墨西哥人 等等一块人吧 你们就在这个山区过 你们属于叫做 地球原住民 地球人保护区 外星人说了 这是地球人保护区 就在那山上 你不能 你不能出来 你不能说 地球人想 像我们想 有天理吧 这那麽 不就是我打不过你吗 说白了 就认了 认了 认了 没办法 这外星人太先进了 太牛逼了 所以外星人已经建立一个 给地球人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 叫地球人保留地 或者在一块地方 外星人建一个国 在地球上 地球人一看 这个国家太发达了 那我们都要来这边 然后外星人跟你讲 你是非法移民 你不能大改 当然我是说的 有搞笑的 自己慢慢理解 自己慢慢理解 墨西哥一个政客讲 说去美国 是每一个墨西哥人的人权 墨西哥 政客 曾经川普说要盖墙 川普在金钱之前说要盖墙 盖墙呢 他的费用啊 要了给墨西哥出 然后墨西哥 有记者问墨西哥总统 墨西哥总统气得他妈的 气不大一周来 大概一直说了 就休想 结果这钱还是美国人出了 墨西哥人 放心 墨西哥人会出那个造梯子的钱 其实墨西哥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美国很难解决 你说美国解决非洲难民 非洲的非法移民 东欧的非法移民 或者中国的亚洲的 实际上都好解决 就你们就走了 你们回自己的国家嘛 但墨西哥人家离美国这么近 人家这块地方本来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人民从内心啊 没感觉到你们妈的出国 到了诺杉矶 一早工作 全西班牙语 跟故乡一样 全西班牙语 明白 全西班牙语 全西班牙语 没法解决 没法解决 拜拜 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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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